全油管最快新闻,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傅沙特吉达出席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 欧美媒体对中方出席此次会议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认为中方的出席意味着其在俄乌冲突上的态度转变。 然而,中国专家指出,中方出席是为了确保会议能达成有意义的结果,并非为了孤立俄罗斯。 中国外交政策始终以独立自主为导向,关注国家利益最大化。 回顾过去的表态,中国一直扮演着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主张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 中国参加此次会议旨在维护超出俄乌之外的国际最大公约数, 告诉其他国家不要被强加的选择题所困扰。 乌克兰应该多听听欧美之外的声音, 而不是为欧美马首是瞻。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